五、六個而已 夏年就五、六個了 夏年 今年少點養 15分鐘 15分鐘說什麼 說完 一無是處 馮檢基叫他等一等 他不是和剛才那些工黨在一起嗎 馮檢基 馮檢基被工黨飛起了 簡單講幾句 其實幾句可以講完 整份施政報告 根本是點綴多於實質 解決貧窮無力 處理民生無方 基本上我會主要講講 就是房屋那部分 英文就會講 整個 政治 分明的問題 其實早前 有關這份施政報告 都放了很多封 就說政府會 落力處理房屋和 貧窮的問題 房屋的問題 多了這個居屋 基本上大家都估到 政府一定會 重建 復建這個居屋 那個數字 大家都是留在 四千到五六千中間 你看到的數字 都是這個數字 其實你看回整體的 房屋的供求 仍然是缺乏方向的 因為過去多年 你由這個七八十年代開始 房屋的供應 是和整個人口政策 是有密切的關係 政府是有一個人口的統計 人口的推算 然後就回房屋的供應 而定定一個數字 但是你現在看到 政府那個做法 基本上是 膚顯了事 或者是 基於中聯辦的官員 公開講了 其實香港近幾年都越來越是這樣的了 那些香港的官員 就進去狗奴才的責任 當有高層的官員 特別是中央的官員 一落了一些訓令 訓事的話 就是他就 擺下條尾 就跟著走的了 都完全不看那個理據 不看那個原則 不看那個客觀社會的現實 那這次又是反映這些 因為 就是復建居屋 其實立法會裡面 多個黨派 過去多年來 是一致要求的 但是政府完全不來 直至到中聯辦官員出聲 就立即跪在那裡 但是你又看不到 他的理據數據在那裡 是吧 因為如果你看回那個房屋數字 你現在大約有 十幾萬人等著這個公屋 如果你用三年那個 可以排隊上樓的實際 那個安排 你每年都起碼要 兩萬五三萬以上 才可以舒緩到 那個申請的壓力 但是他仍然堅持回到一萬五度 所以你看不到他任何的機制 而居屋 他都是放五千出來 這個 複顯 到2016年 才能夠這個落成 我們看到 整個房屋的供應 在未來的四年五年裡面 是未能夠舒緩 這個香港市民的房屋需求 所以這個租金 特別這個 這個小單位的租金 我們都相信在未來的幾年裡面 會不斷上升 因為你那個供應 未能夠舒緩這個房屋的需求 而他訂定那個 公屋的價錢 又是一個 公屋的價錢 又是一個 令人感到憤怒的 即是你一個 二萬幾三萬收入 要供二百 即是八五到二百萬樓的 即是你供二十五年樓 如果用兩厘多息 即是兩厘幾的息口計算 你每個月都要供成八千元以上 即是簡單這樣計 你的息口升一點的時候 根本你一半的收入去了供屋 即是供那個樓宇 那外國很多的地方 包括這個 加拿大、澳洲、歐洲 很多地方都是 即是一般那個供樓 如果是政府的資助房屋 一般那個供樓 就是你那個家庭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 即是很多都是定這個水平的 但如果你看回香港家的這個水平 隨時你是佔四成至六成 即是看看利息去到哪裏 所以曾蔡英權多次說 要按供樓的能力來定 但他沒有說到百分之幾多 即是這個又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你既然公佈了一個政策 你定了一個上限 你百分之二十五、二十五、三十、三十 大家有一個抱 你想想一個四人家庭 你拿一個單位 你二萬多元 即是你供了這個八千元 給這個 即是只有一萬元鬆一點 四人家庭 是吧 那你的生活上怎樣呢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那貧窮的問題是我最憤怒的 剛才我最後都忍不住 即是起身譴責這九奴才 其中一個就是 即是我等了他兩個小時 即是去解釋 以及希望他可以頒布 有些新的措施 處理的貧窮問題 他最後就是 即是其實宣布投降 那如果你宣布投降 你便辭職咯 你竟然沒有能力 處理這個貧窮問題 其實大家看回曾蔭權在任的六年多 香港貧窮問題 以及貧富懸殊的問題 是惡化得最激烈的 即是曾蔭權是製造香港貧窮人口 沒有罪魁禍首 所以必須要譴責 他在任這六七年 如果他最後這一年 都沒有任何的措施 沒有任何的醒覺的話 即是我覺得他是一個 完全是失職的官員 應該是引咎辭職 那麥多文 講講政治方面 我另外一個老人問題 都想講的就是 我們都知道 過去一段時間 那些護養院的宿位 和那些老人院的宿位 都是政府資助的 即是反映不了實際的情況 每年輪候這些護養院的宿位 和老人院的宿位 等不及死的超過四千人 我第一年做立法會員 已經口頭質詢這個問題 連續問了三年 沒有任何改善 護養院宿位 由財政司司長的報告中 曾經說三年加五百 一年排隊死二千多 那些護養院 上次過得很清楚 在施政報告三大問題 房屋老人 然後就是貧窮問題 今次又是講三個問題 現在抹入政府的心態 甚麼都做不到 貧窮那裏 又免你兩個月 公屋租金 縱援雙殘津貼 給一個月 又是這樣 他自己都承認 沒有辦法根本解決 貧富懸殊的結構性問題 解決不了 他只能舒緩 但實際上是否這樣 實際上是整個財富 分配有問題 香港 繼續強調這個 所謂小政府大市場 今天這個施政報告是很荒謬的 另外就是 在整個大局裏 大家看到這份施政報告 我不知道它的文化是甚麼垃圾 繼往開來 你都收工 繼往開來 上面那句叫做成先啟後 然後是繼往開來 你繼甚麼往開來 你都收工了 還有幾個月 真是無恥到極 繼往開來 就應該下一任特首 那個施政報告 我成先啟後 繼往開來 這樣就說得多 那些中文是垃圾 整個東西起條 標題都這麼垃圾 一份最後的施政報告 你做了七年 這個行政長官 然後出了一份垃圾 標題有多垃圾 你的水平多低 你說真的 你說給大陸的共產黨 看到你這些施政報告的文字 的水平 是不是笑到真是 繼往開來 你還可以繼往開來 你發望就沒那麼早 唐英年讓給你做 繼續做到五年 你看看那份施政報告 其實在結語裡 說 我們一國兩制可以繼續成功 而香港可以繼往開來 大哥 現在說你的施政報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真是 好笑話 我們真是很難想像 我們給那麼多錢 人工 這些垃圾 可以寫這份東西出來 然後起條這樣的標題 狗屁不通 什麼叫繼往開來 你都收工 還繼往開來 幾大都不讓你繼往開來 還有通篇文字 整個政治發展 指下自吹自擂 這一份施政報告 沒有反省 沒有檢討 你現在還有幾個月 是應該要反省 檢討 然後覺得協言不足 這個就是 臨美也讓你表演一下 你可見 就算包括梁卓偉 現在做特首 無法轉入 真是令人很失望 你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你就是要表現那種 協言不足的心態 即使不向公眾道業 反省、檢討 應該是這樣 不是 自吹自擂 所以我們今天就送他 一對對戀 沒有問責下台 只有升官發財 幾無恥 所以我們答問大會 我和大舊都可以問 我一定會弄他 不過現在最不幸 就是衝到林翠良 那裡 衝到我已經跪下了 喂 沒有問責下台 只有升官發財 你告訴我 甚麼道理 毫無反省 其實最後一份施政報告 就是 喂 政府這麼多錢 第一 你要面對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地產霸權的問題 貧富懸殊的問題 即是你有些結構性的作為才可以告訴別人 以及你要檢討反省過去的七年 有哪些地方是不足的 希望下一任的政府 能夠實事求是 將這些不足去彌補 這樣才對 還有說政治改革更好笑 多得那些民主黨民脅 然後讓他可以大吹大雷 如何如何 你看到第一個問責制已經完全崩潰 第二個政制是完全沒有進步的 是嗎 所以我們覺得這份施政報告 如果你問我 我們不會用失望遺憾這些字眼 這份施政報告 基本上就是一本垃圾 Completely rubbish 唐英年說的 OK 請大家沒有簡單問題 まあ as Yung Man just said Henry described 這個 policy address 是是 completely rubbish mainly that 他 failed to address many key issues especially the poverty problem uh... there were speculations in the last few days that the policy address will address two major issues firstly is the housing problem and the other is the poverty problem for housing the government will introduce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and will provide 5000 units in the years to come basically this is a bit too late mainly that in the next four years the housing demand will continue to escalate and the housing price will continue to rise especially rent the rental problem will become very serious and continue to deteriorate and that will affect lots of low income people but when you look at the HOS the price of the unit is outrageous I mean if you have an income group of just more than 20,000 per month and you have to pay the housing unit with the price of more than $2 million you have to pay monthly at least in $8,000 per month you know that is about more than 40% of your household income and in many the Western countries if you buy subsidized government housing usually you pay about 25% of your family income so the average in Hong Kong is far much higher tha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lso for the poverty problem you totally fail to address this very ser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blem the number of people going to live under poverty the number will continue to rise in the years to come some organizations estimate in 10 years time the figure will go up to 1.8 million in about 10 years time now it is about 1.2 million you know so the number will continue to rise so the government had to address this very serious problem because for people who live under poverty they are actually suffering and the government had the financial means to assist those people to alleviate their plight but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do that I think it is shameful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to refuse to address such serious problem how would you rate it if you look at a sort of conclusion to Mr. Trump's leadership? I think it is completely rubbish and completely incompetent I think he lacked a social conscience I think that is the main thing you know he was surrounded by people that who want to who doesn't know how to glorify him to place him but didn't really have the courage to criticize him I think his administration is known that he is living like a king he want to perform like a king but in reality he is just a sla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thank you ok ok it was that you can say that your 沒有什麼新意,會不會滿意一份施政報告? 當然是不滿意,剛才已經說過了,沒有反省,沒有檢測,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應該要檢測,要反省, 讓外界政府有些地方可以提醒他, 還有他自己任內答應的問題,大部分都不退現, 他只是說那些最低工資,證改,就說這些, 但是實際上,林瑞麟是一個民望最低的局長, 還要搞替譜方案,搞到天路人軟,然後委任會做政務司司長, 擺明是與民為敵,是嗎? 我想最後一句,警方施政報告最大的問題是, 溫真任權這七年的施政, 他埋下很多政治社會和經濟炸彈, 比下一屆的,是很嚴重的, 其實過去多年,我有機會和他聊天的時候, 我都不斷提醒他,社會的矛盾不斷增加, 社群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不斷增加, 政府要有措施去處理這些問題, 他完全當這些問題無道, 他完全漠視這些問題的嚴重性, 我想香港社群的衝突和社會出現的動盪, 曾任權要負最大的責任, 你看看, 李さん、打算 stagnará, 摯動化維髮 học法材. 大的есiaory 我只是問 helena euro. 是說明或關, 如果你 leadersulus公立指向前消息, 無力量求助他,